好 今天先提醒你一下下课前要把你的小论文二稿上传到木头这里 这就是今天 然后我们课堂上要来看这篇论文 这篇论文算是直信研究的社会科学论文 所以他使用的引用格式基本上就跟我们需要用的是一样的 APA格式 或许不是第七版最新的 但是大同小异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篇论文 我主要是会带看有引用资料的地方 原创研究的部分我可能简单带过 如果这个引用文性的部分上晚还有时间的话 再回头看原创研究的部分 好所以这篇论文在讲什么呢 I forgive you but you must die Murder victim family members The death penalty And restorative justice 应该叫弥补新正义吧 所以他研究的对象就是死刑犯 他就是这些应该是杀人犯的 的受害者家属 对这些死刑犯的人的态度 一方面是原谅他们 但另一方面还是希望把他处死 然后就觉得说这个心态好像有点矛盾 所以他想研究看到底人家怎么想的 所以它是一片直信研究 你们明年要开始写那个毕业论文 所以就是研究的相关分类啊 内容细节进行方式也可以稍微留意一下 好那一开始就是摘要在讲这篇论文在干嘛 通常摘要是会就是和盘托出 整篇论文在干嘛都会写进去 但这一篇因为是实信研究 他摘要有一点点卖关子 通常我想你们应该目前都有经验的吧 就是在找学术论文的时候 通常可以免费取得的就只有摘要而已 所以基本上就是你摘要写得好 才会让人想要继续读下去 或是说另外一个心态是说 你就全部就是把你的研究假设啊 步骤结论全部都放上摘要里面 然后读者可以自己决定 他需不需要更仔细的去读 那下面有关键字 关键字通常是 现在就是数位化时代 关键字的功能稍微小一点 以前那个没有网络时代的时候 关键字是要收藏的管员 或是资料库那个管理员 他要一篇一篇的把关键字登录下来 然后让研究者去翻找资料 就实际卡片资料的时候才知道说 啊就是要研究相关的主题的话 哪些论文可以使用 那现在网络搜寻就不只是 就是你如果上电脑搜寻的话 搜寻结果不只是关键字 还会有标题啦 啊摘要内文啊 甚至有些资料库连这个论文内文 也会搜寻 就是你你还没付费 无法取得论文全文 但是搜寻的时候 搜寻得到里面的内文 所以关键字呃功能现在越来越小 但是呃为了让研究者方便 还是会提供 那我们在阅读论文的时候 一开始看关键字 如果他的摘要写的有一点 呃挂羊和卖狗肉的话 你看关键字就知道这篇论文 实际上在在做什么样的研究 或是说如果他方 呃摘要里面没有特别写 他方法论实际的那个路线是什么 或是用了什么理论的话 通常会放进关键字 呃所以算是一样 这是一个可以用来检核内容的一个方法 呃那这边除了就是标题 有提到murder victim survivors murder co victims death penalty capital punishment 也是死刑 execution也是死刑 接下来几个关键是比较有趣的 mediation dialogue 这是调解对话 restorative justice 密布信正义刚刚看过 closure 结束的感觉 forgiveness empathy 通理心 所以再要标题 关键字三个东西加起来 我们大概就知道这篇要讲什么 好然后接下来 introduction 研究方法的时候会教你说一根论文有什么标准写法 是没错 但总是有一些弹性空间 或是一呃论文内容或是一作者的习惯可以稍作调整 甚至有一些是看期刊要求也可以 呃也也会有影响 这一篇论文有一个introduction 有些论文的introduction单纯就只是研究动机研究背景研究题目 但他这边就是等于是把整篇论文他等于是写了呃一个比较长的摘要 第一段 呃直接点题 forgive but die 呃然后这个前人也有做相关研究 注意好他这些引用资料都是放在一句话的后面 意思是说这些资料都跟这句话相关 the forgive but die sentiment这样的感觉或是这样的想法 persisted持续下去 even after a reconciling mediation dialogue or expressions of remorse from the offender 即便是有进行成功的调解对话 或者是受难者家属有呃对不起那个罪犯有表达歉意之后 受难者家属都仍有这样的人量但是你还是得死这种感觉 这个算是他所引用这几篇论文有提到的一个点 这句话就是具体的一一件事情吗 所以要么就是这篇论文有证据要么就是他要引用前人的研究确实有证明出来这件事情 那有趣的是其中一个前人研究就是他本人 有没有同一个人 这有几层含义的第一层就是说因为学术论文要匿名审查 所以你不能说哦这是我写的你必须要用第三人程去指涉你自己的研究 那另外一个含义就是代表说他这篇论文的主题并不是从头来过或是凭空就是想去研究 他这个学者的整体研究方向就是在走这条路线 在研究什么就是死刑犯啊受难家属之类相关的主题 所以他是一个ongoing的一个研究是持续性的 这篇是2015年的研究就是建计于包含他自己的先前的研究 就一直往上堆一直在前进中 好所以这件事情点出来之后他要点说这好像值得研究 The sentiment's dissonance 不协调不和谐 那为什么又说原谅 但是又要有报复性的惩罚 Retributive punishment是报复性的惩罚 正义有三种吗 正义是你们知道吗 我打给你 为什么有 好 正义有三种 第一个是Retributive justice 这是报复性的 再来是 Rehabilitative justice 这个是治疗性的 就是希望人家就是改写归正 然后第三个是Restorative justice 这个是对于受难者的平反或平复 所以他在这边讲说 这个原谅人家似乎是Restorative 但是死刑惩罚似乎是Retributive 这两个好像不大嘎 所以这样的不 这样的失调吗 dissonance不和谐 has not been adequately addressed by previous research 前人研究没有充分的去解释 address其实是处理了 that is the task at hand 这就是本篇论文要做的事情 所以这个是他的问题意识 他研究问题就是这个东东 那怎么进行呢 他接下来就说明他的方法 他的方法是针对德州跟维基亚州的一些 受难家属去进行访谈 那他这个方法 方法论也是要建立在前人的研究上面 除非你的方法是全新的方法 但全新的方法也会援引前人的一些研究的元素 所以他这个访谈的方法援引前人这个方法 the concept of accounts 那account在一般英文里面就是一种阐述 不是一种算案记账 但是他这边放在引号里面代表说 这是有特别学术横溢的 所以这个概念 被拿来当做方法的这个概念是什么呢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看这些研究 就是这些学者之前也用过这个概念或这个方法 所以用这个概念呢 本篇笔者去分析访谈 然后以开放性问题的问卷 这是他的方法 然后他这边稍微先提了一下他这个研究的出略结果 所以在他们的叙述当中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这些叙述导致笔者 这个postulate是提出假设 三种不同的原谅 所以他这篇论文的理论性建造建构 就是在分析forgiveness的概念分类 然后做区别 通常这种东西 这个东东 这种理论的结果通常会放在摘要里面 好 那接下来你点出研究问题跟研究背景之后 下一步就是文献探讨文献回顾 那这篇文献回顾 它等于是全部塞在所谓的introduction里面 那它的回顾有分三个部分 第一个是关于受难家属对于死刑的支持 第二部分是受难家属 以及reparative communication 修复式的沟通 那我们大概想得到 大概就是跟死刑犯的沟通 然后第三个部分是受难家属与原谅的概念 所以文献回顾的重要性在于 你让读者知道说 这不是你自己在闭门造局 你确实了解前人对于你这个主题相关的研究长什么样子 通常你应该不是世界权威 所以你要让人知道说 你了解更权威的人的说法 不一定都要同意 如果你跟前人不同意的话 也可以在文献回顾里面点出 接下来你做的这篇研究 未跟前人研究的结果略有不同 好所以我们来看第一个部分 Survivor's support for the death penalty For survivors justice vindication for the victim 就是给受难者 vindication通常中文翻译的还清白 可是这边不太对 就是可以说是复仇吗 就是恢复正常应该有的状态 relief from the judicial process 这个judicial process就是法律诉讼的过程 诉讼过程通常很冗长 耗词耗力 所以终于结束的时候 可以描述成一种relief 就是 叫什么来着 就是终于可以松一口气这样子 还有 reduction of fear of the offender 就是人们对于死刑犯还是有惧怕 那可以减少这样的惧怕 尤其是关于 他可能还会再犯的这种畏惧 这四个中东都是factors 人数来支持 buie support for the execution 对于死刑支持的四大人数 不疑是浮标 他这边就是撑起的意思 对他拼法 这应该是英文少数里面先U在O的单字 好 所以 这句话又是一个具体的资讯点吗 他提出四个元素 所以他就要讲说 这四个元素哪来的 这边四篇论文 上面四个元素 我们可以合理推测 我们可以合理推测一篇论文提到一个元素 不一定 但是可以合理推测 那他选择把这四篇论文的结论写进同一句话 就是因为他认为这些结论讲的都是 这些研究的标的都是同样的事情 就是为什么宋男家属仍然会支持 不是仍然的 为什么宋男家属会支持事情 同一件事情 四个不同切入角度 他的回顾就全部归纳在同一句里面 下一句 Many survivors feel emotionally relieved when the execution is over 所以死刑处决之后 宋男家属也 许多宋男家属也觉得就是松了一口气 然后这边也有一篇论文在支持 其实就这篇 这个跟 这个因为法律诉讼过程落幕了 这个relief是两个不同概念吧 然后这个relief也未必是因为对于罪犯的惧怕 不一定相关 所以概念上这个东西是独立的 那我为什么要分开来写 不放进前面的那句 我猜就是有可能 这四篇论文并不是简单切割 而是可能其中有些论文提到 不止一个元素 那既然无法简单切割 只好全部写在一起 但是下面这篇确实简单切割 所以他就可以很明显地说这篇论文讲的就是这个 注意一样是 只要一句话有具体的资讯就要提供引用 希望可以消散长期的悲痛 希望可以消散长期的悲痛 是 also a factor bolstering support for the death penalty 这也是一个让人支持死刑的原因之一 不管说这个 希望 是否会实现 所以这一点就是取之这篇论文 这篇论文其实就应该是应该是这篇论文 对不对 这边是三个作者 下面就简称at all 就是等人 所以注意后文献回顾这个就很明显了 一句话 只要这句话有具体的资讯都要提供引用 它就是一句然后引用 一句引用 一句引用 Support for the execution offers a degree of personal control or agency in survivors 就是说受难家属透过支持处决 就可以从中得到某种程度的个人的控制的有控制的感觉 或是有能动性的感觉 能动性的意思就是对于一件事情能够有影响 这种感觉 而这很重要 因为他这边讲这些人 have been emotionally shredded by the crime 因为这个罪行情绪上面四分五裂 and unwillingly linked to the offender 而且是完全没选择的生命就跟这个罪犯连接起来了 所以把罪犯处决了可以 算是对于这两件事情 多了一点就是自己人生的掌控 this phenomenon 上面这句话的现象 is referred to variously as 所以这个现象有不同的名称 这也是为什么上面这句没有引用 因为他决定把引用标签贴在每一个学者对他不同名称的后面 所以第一个名称judicial closure 这是这些人讲的 relief and victim vindication 这是这些人讲的 这边有三篇论文都用这个词 a conclusion of one process and the opening of another 这是这篇讲的 and personal control 就是这篇讲的 但是这些研究 这一位作者认为这些研究用的这些词 全部都是在指同一个概念 就是这一句 所以一样 依据有具体资讯的后面就要提供引用 只要不是你本篇能够证出来的 就是要引用别人怎么讲的 好 那那个重要概念出来之后 他接下来去分析一些非常相似的研究的做法跟结论 这个也很重要 上面这两段是概念分析或概念回顾 就是让读者知道说 这位作者了解这个研究领域的一些重要概念 那接下来他提到个别研究的实际过程与结论 这个也让读者知道说他不只是泛泛而谈 他确实有读过 然后了解目前的 这个英文叫做the state of the field 这个研究领域目前的状态长什么样子 the gallon and gara 这是一篇研究 但是 作者不是去看人家的原文 他是看这篇研究 引用了人家的结论 那这两个人怎么做呢 德州松南家属 有进行四次一次访谈 然后年份是1999年 然后得到的结论是PTSD 就是后创伤症候群 在受难者 有就是看到处决执行之后 症候群的症状降低了 从44%到49.5% 而且他们都说不后悔来观看处决 另一篇研究 Gross and Matheson 这篇研究 注意他写到本文里面 这个and就写出来了 这篇原本是and的符号 那本文里面他就写出来 所以这两个作者研究年代 方法 结论 而且他这边有引用 有没有 有引用 所以他必须要提供业 下一篇研究 方法 结论 很多时候就是学术论文 尤其是文献回顾 要求经典的时候 写法其实都很相似 这毕竟不是文学创作 是清楚呈现资讯的一个研究 写作格式 然后and的开头 告诉你说这是这一段最后一个例子 这个人的这个研究 这个方法 发现什么什么什么 那他这篇论文 他 放在第四个位置 最后讲 可能有两个原因 一就是因为年代最新 就是在这几篇当中 年代最新 第二个原因 可能是因为他发现 他必须要用两句话 有没有 这边分两句 这句话是总结上面 四篇论文的大结论 上面提到这四篇论文 全部都支持这个结论 去观看处决的 受难家属都认为 有执行正义 而且这个过程了结的 像这种段落 有两种写法 一就是把结论放后面 像这篇 第二种写法 是把结论放前面 比如说 可以写说 researchers have found that 然后这句话 然后接下来再提提供 所谓的researchers是谁 就是这几篇研究 那这个作者选择这样写 我觉得他 他有一种 想要用一种 更活跃的写法 因为你看 上面这一段 这段没有一个大结论 因为每一篇论文的概念 都很重要 这一段 这算是一个 一个共同的资讯点 他虽然就是在内容上 不算是结论 但是在结构上 有结论的效果 因为他等于是总结了 下面这几篇论文 所以如果这一段 是结论开头 他下一段选择改成结论结束 然后接下来这一段 Life without parole 这个是无缓行可能的终身监禁 Also contributes to a sense of personal control 也会让受难家属觉得 对于整件事情 有一定程度的掌控 然后根据这篇论文的说法 他觉得相较于事情 可能提供掌控的感觉 还更迅速 可能有两个理由 一是因为 主要的诉讼过程已经结束了 他这个用的是一个比喻 A chapter has been closed 就是你读章节小说 A chapter book的时候 这个章节翻过去结束了 然后另外可能原因是因为 上面讲的那个 受难家属跟罪犯的 unwilling relationship 他这边是称为 involuntary relationship 并没有因为 事情常常有的 就是 长久的申诉过程 而被延伸延后持续着 延长 延长 我要的是延长 如果你不知道的话 死刑通常诉讼是最久的 因为毕竟是人命 所以通常死刑犯的律师会想尽各种办法 只要有任何一次机会或可能性 就会一直往上诉讼 所有的可能性全部都被否决了 政府他才就是所有诉讼都结束了 政府才能处决死刑犯 所以相较于终身监禁很多时候死刑犯的诉讼过程会长很多 而且会贵很多耗费很多资源 所以这件事情是这篇论文在讲的 It is the legal limbo Limbo 是那个卡在中间 Limbo 的任何意思是 叫什么 人世与地狱之间的一个过渡空间 不是炼狱 因为是不同的宗教背景 那现在意思就是卡在中间三不管地带 或是就是悬而未决的状态 It is the legal limbo of the capital appeals process 就是死刑犯一直诉讼的这种未决的状态 这个过程 会引起 Elicits Survivor Frustration with the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引起宋男家属对整个就是司法系统的不满 Frustration 这边不是挫折 这边就是感到不满 不够快 可以这样说 而且会导致 Leads to additional emotional distress 更多的情绪压力 或是情绪负面效果 而这又会延后哀悼的过程 Bereavement 是哀悼 那 The bereavement process 是什么 这篇论文后面稍微解释一下 就是the survivor's expression of and dealing with grief 就是受难家属表达并处理悲痛的过程 或是可以说消除 消解悲痛的过程 所以这一件事情也是一个具体资讯点 就是引用着这篇论文 However the interlude after sentencing and before execution interlude 是插曲 这边的意思就是 等待的时间 在量刑 应该说量刑吧 之后 处决之前这一段时间 却又创造机会 开启一个和解性的对话 那当然就是跟罪犯的对话 然后这句话 这件事情是引用着这篇论文 所以这一段每一句话 都是引用着前人的某一篇研究 那但是他利用前人的研究 兜起来的这个顺序非常有意思 前面讲研究的全部都是跟死刑相关的 那这边开头转去讨论终身监禁无缓刑 然后在这个比较过程中 提说 会比死刑的程序还要快速 因为死刑很耗时 那耗时造成的负面效果是这一句 但是耗时可能造成的正面效果是这一句 那用这一句结尾就很巧妙的转到下一段 对不对 Reconciling Dialogue 下一段就是Reparative Communication 和解性的对话 其实就是修复性的沟通 这两个基本上是同样的概念 所以他虽然是用前人的研究 但是因为安排顺序得宜 让他自己的论述也得以前进 好 所以修复性沟通是什么东东呢 无论是什么样的层储 形式 form是形式 也就是说无论是处决 还是终身进行无缓刑 受难家属都表达 voice这边上的动词是表达 a desire to know more to know why 他们都表达想要了解更多 想要了解背后原因的一些 一等一个欲望 an integral part of a victim's narrative is reason giving Integral是至关重要的 但原本意思是不可分割的 受难家属的narrative narrative通常我们翻成叙述 但他这边可以翻成故事 就是他如何去理解 这一个案子 这个犯罪事实的来龙去脉 前因后果 那这篇研究讲的 就是说要了解 受难家属想要理解 这个犯罪过程的narrative 的至关重要的部分之一 就是reason giving 要能够说出理由 这个逗点是同位于逗点 所以后面解释前面 what is reason giving 后面就跟你讲 a way to make sense of what is a seemingly senseless random pathological act 想要找一个方法去理解 罪犯的这个行为 看起来似乎是 漫无目的 随机 而且病态的行为 而且这行为还毁灭了 one这边应该是指 受难家属 对于世界是正义的 这样的感觉 所以要试图去理解 犯罪过程的来龙去脉 其中一个关键原因 就是要 想要找到一些理由来解释 怎么会这样的 这是这篇研究的结论 或是可能提到一个点 那reason giving的阐述 却是来自这两篇论文 一样我们可以假设 我们可以合理假设说 对reason giving的解释 可能有不同的解释 那这篇论文的作者 全部结合在这句话里面 然后跟你讲说 我是结合后面这两篇论文的说法 如果你觉得这两个 如果你觉得这中间应该有所区别的话 你可以读这两篇论文 然后自己去判断 声音订阅买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survivor and the offender can render vital sought after information 促进受难家属跟罪犯的沟通 可以得到 render 这边意思是得到 Render 也很多意思 这边意思是 生产 得到 vital 关键的或是重要的极为重要的 sought after information 受难家所想得知的资讯 这些资讯呢可以拿来完成 reason giving 的程序 以及 meaning making 提供让人可以把这个事件赋予它意义 不要让它变得还是 senseless 而不是 senseless 是可以给它一个 meaning 而甚至或许可以带来一部分的 emotional relief 情绪上的环节 那这句话 严格上来说没有提供新的资讯 它是把前面的资讯点归纳起来 有啦 有新的资讯就communication 这个重要的什么什么 narrative reason giving 可能是来自沟通与对话 但是它没有研究文献 而且因为它这一整段就是要讲这个东东 沟通嘛 所以它不急着在这边提供研究文献 所以接下来分门别类仔细讨论的时候 你会看到很多这个前人的研究 然后一点一点的慢慢带你看 讲个单字 vital 它的字根是生命 所以生命迹象 医学上的生命迹象 vital signs 所以跟生命相关的意思就是至关重要 好 所以如果沟通真的那么重要的话 那接下来 there are several venues that make that possible 有不同的管道可以促成这样的沟通 with varying degrees of effectiveness 不同管道有不同程度的有效度 所以它用这一句来转到下一句下一段 我们就可以合理假设下一段 开始要讲不同的沟通管道 它先讲说 沟通的环境 environment 的重要性 的重要性 is the first step in a restorative justice process 这些学者的这篇研究发现 沟通的理想时间是量刑之后 因为这样子那个罪犯的任何的后悔的表述 才不会被视为想要寻求更轻的刑罚 A lighter punishment 减轻惩罚 politicking 这个字很有趣 politics是政治吗 politicking就是 啊 进行政治人物会进行的活动 通常就是谈判 游说 调解 之类的 所以他这边是用这样的意思 像希望可以谈判调解出一个更轻的惩罚 好 所以这个是管道的元素之一 时间点是在量刑之后 他把这两个作者的论文放在开头 这个意思通常就是接下来几句都是从这篇论文出来的 直到下一个研究标签出来之前都是这篇 所以时间点接下来 方式can be formal 很正式的 比如说 在监狱 prison 主持的一个受难者罪犯之间的调解对话 那这个程序由他算是一个专有名词 victim offender mediation dialogue 所以他提供了这个专有名词的缩写 institutionally sponsored 就是由这个机构来主持 那机构不一定是监狱本身 那可能是有第三方机构 那这个是比较正正式形式的 那另外 也可能稍微比较不正式 他这边举的例子就是can be a remorseful declaration from the offender during a last statement at the execution 可能是罪犯处决之前的疑言 当中表达的回忆 declaration是声明 或是也可能是一个conference会议 由谁来安排呢 organized by the offender's attorney 罪犯的律师 来组织的一个会议 这个东西叫做a defense initiated victim outreach 这也是有专有名字的 所以上面是victim offender mediation 是机构主持 下面是defense initiated 由辩护方 被告方 提出的 outreach 是联系的意思 那关于这个过程 作者说你想了解细节可以参考这篇论文 c 请参考的意思 所以他并不是说 他意思是说他把这篇论文放在这边 不是说他这篇论文可以解释他上面讲的这个东东 而是说单纯这个概念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可以看这篇论文 有些时候你会看到c 有些时候你会看到c also 也请参考 有时候你会看到一个拉丁文的缩写cf 没记错的话 这个是confrera比较的意思 有时候你会看到英文的缩写cp compare 请比较 好 然后接下来 下一个资讯点 communication can also be informal and unsupervised 上面这个算是有supervised 下面是informal and unsupervised 没有人在请看 as in letters, emails, telephone calls impromptu visits,临时拜访 or meetings allowed by the courts or prisons even in newspaper op-ed pieces op-ed是色论的意思 opinion editorial opinion editorial op-ed 一个op-ed是不是编辑群写的 是读者投书的色论 或是对通常是读者投书 那这个也不是随便一个读者就能写 通常是会跟编辑先安排好是某一个名人 或是跟主题切身相关的人写的一篇色论 所以这些算是非正式沟通管道 那非正式沟通管道就是可以参考这篇论文 同一篇论文 那为什么要再写一遍呢 因为他中间插了这一个 所以为了避免读者混淆 他用这个标签告诉你说我们又回到上面这篇论文了 好所以这段讲的是 communicative environments 沟通的场合 下一段 in capital cases 在跟死刑相关的案子 one of the most common types of communication albeit是警管的意思 尽管是有受限制的 很简短的 而且是单向的 就是疑言 last statement 这个是albeit 要留意 首先留意他的发音 albeit be it 如你所听到的他就是三个单字结合在一起 all 所有 be 跟it 英文有些单字是这样子吗 例如说什么 none the less 尽管如此 never the less 尽管如此 这也是几个字就是撞起来的嘛 还有就是什么 in so far 还有什么什么 albeit就是其中一种 所以尽管 文法上面 它包含b动词b嘛b在里面嘛 所以你后面你就这是一种动词 不是动词它是一种连 叫什么 b动词的正式文法名称叫什么 它是一个copula 我忘了中文叫什么 但总之它有b动词的功能 所以后面单直接加形容词 所以这一段要讲的就是一言的相关研究 in texas 然后怎么样怎么样根据这篇研究 那last words 也算是 处决的一种 概念形象的框架的一部分 icon是 形象雕像 原本的意思是宗教化 之类的 那通常在心理学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想一个东西的时候 心里会有这样的画面 会有这样的概念 它用icon来表示 在这边讲的是 关于处决的 这个 框架 前因后果 就是那个整体过程的概念 框架的概念 包含遗言这部分 然后这个是根据Goffman这篇论文 点出来的 不是连缀动词 连缀动词是 是 中文文法概念真的很烂 连缀动词我没记错的话是 通常跟 五官相关的 味觉修觉听觉 这种 这种才是连缀动词 这种才是连缀动词 逼动词是自己自成一格的 好 好 讲到这边我其实想查 细词 你根本不会用到一个文法概念 因为英文只有B动词有这概念 好 Anyway 然后我们回到说就是我一般人对于死刑的想像包含遗言 因为他说 死刑这个 这个想像的这个框架是一个closely constructed social ritual 那是严谨建造出来的一个社会遗事 那处决不只是把人处死而已 它是有仪式性的 那关于这个仪式的分析 这篇论文 这两个人写的这篇论文 就去描述这样的仪式 用的词是一个Hallmark execution 就是所谓标准的处决过程 Hallmark有另外一个意思 Hallmark是美国最大的贺卡公司 而贺卡的概念就是你把 社会里以礼节标准化的吗 才能写贺卡 所以他这边讲的就是这种概念的处决 所谓标准想像中的处决过程 我们先休息一下 十分钟后回来 所以他接下来要看这篇论文里面讲所谓想像中的标准处决过程 在这个过程里面 罪犯 the offender expresses deep remorse 深层的后悔 to the victim's family 然后这个家属呢 is moved to forgive the offender 感动 然后愿意去原谅这个罪犯 那罪犯呢 就自己就安心了 心安了 at peace with himself and with his maker 就是如果他有宗教的话 他宗教上也觉得就是心安了 然后接下来就把他处决 所以上面讲说用Hallmark这个字 确实非常得意 那确实是理想化标准化 就像贺卡一样的那种完美过程 the hallmark execution is redemptive and reparative 有救赎性然后有修复性 但是在真的处决过程的时候呢 大部分的罪犯并不道歉 而且他们道歉的话 他们道歉的话大部分的受难家属不接受道歉 原因是因为觉得是道歉 self serving 非常自私的 insincere 不真诚或是 inadequate 不足够 那这一点就是根据这两篇研究的结果 其中一篇就是刚刚这篇 所以标准的理想的处决过程是不常见的 但即便比较不常见 如果真的有家属去原谅去跟死刑犯有同理心的话 这个比较可能是在这个时候出现 就是接受一个充满回忆的疑言 然后认为他是真诚的 因此家属能够对于死刑犯家属表达同理心 甚至有些人会 对于死刑本身 开始有模棱两可的态度 这个是根据作者本人之前的研究 所以虽然比较不常见 但是如果真的发生的话 可能这个好的结果可能性比较高 这个就是相较于就是其他时间点或其他管道之下 呃有死刑犯表示表示后悔的这个行动 是一个时间跟场合的比较 好所以上面关这个都是关于那个 communicative environment 的部分 接下来他要到下一个点了 所以前面都是讲 这个东西是讲单向的嘛 one way 疑言 如果可以双向的话 dialogue是双向对话 是可以很有修复性的作用 但是 在死刑案件呢 非常罕见 比如说德州 在他有史以来只允许 数个正式的对话 去进行 a handful 就是不多 但同时还是有很多unofficial 或是informal 的对话 对话 Face-to-face dialogues offer the greatest opportunity for restorative justice and for bridging the us-them gulf 横跨 我们他们这个鸿沟 这是根据这篇研究 啊 为什么呢 survivors have a chance to confront offenders directly with their grief and anger 所以那家属可以直接 拿着他们的悲痛与愤怒去面对 这个死刑犯 他们有机会去发现罪犯的动机 以及案件的详细的状态 就是当天 Fateful day of the crime Fateful是充满什么命运意涵的 Survivors typically want to know as much as they can 尤其是他们的死 尤其是他们的死 就是过世的情人 最后的经历跟遗言 讲一下这个字 typically 一般而言 它的字根是type type 除了打字以外 它原本的意思是模型模板 所以按依模板来看 就是一般状态之下的意思 那为什么会变成打字呢 因为它讲的是印刷模板 从固定印刷到活动印刷 就是可以把字母順序重新排列 而不是所有的文字要定在同一个前板上面 然后每一页要重新铸造新的前板 所以活体印刷之后 就变成每一个字母 自己有一个小小的前板 然后再来延伸出来 就是打字机的时候 等于是你按下一个按键 它就等于是打上一个字母 然后最后变成就是我们现在键盘打字 那是同一个概念 好 所以它这边就是讲一些 就是面对面对话可以得到一些细节 然后造成的效果是可以改变 原本的这个互动状态 原本是anonymous匿名的 或甚至是antagonistic 对立的敌对的 然后对话过程也可以让送男家族有机会去衡量 gauge这边是衡量的意思 to gauge the genuineness of the offender's apology 好量罪犯道歉的真诚度有多少 gauge 人们的意思是名词是量表 比如说电表、水表 grief does not disappear grief does not disappear but the consuming hatred of the offender has a chance to subside 这个人们是全身燃烧着罪犯的愤怒 有机会可以消解 缓解 subside是削弱 呃 然后因此呢 VoMD就是那个 正式机构主持的对话 是有疗愈效果的 therapeutic 但是 the empathy generated in the survivors for the offender 就是过程 生产 在受难家族心中生产的对于罪犯的同理心呢 did not abate their desire for the execution 并没有减弱 他们 对于处决的欲望 还是 就虽然有 有疗愈 然后同理 有原谅 但是还是想要把人家处决 abate 这边是减轻的意思 而是减弱的意思 然后这一上面这集 这一段 应该说这里啊 这边 are found to be 所以是有结论的 所以这是一个一个具体的资讯点 从这边开始就是这两篇论文的结果 的研究结论 好所以上面是修复性沟通的研究文献回顾 下面是直接跟原谅相关的 那一样上面最后一点是提到同理心 那也等于是让这篇文章可以转到下一点 survivors who are forgivers and empathizers 有同理心表达同理的人 这些人比较有可能去 这些人比较有可能去 呃 同理罪犯家属的痛苦 然后对于罪犯本身的回忆也被感动 这是相对于 相较于 一般的受难家属 上面其实有提到这个 self serving, inadequate, irrelevant 大部分的受难家属 是不接受罪犯的就是道歉跟回忆表示 上面也是引用这篇 但不用说 needless to say 不用说 原谅 并不一定代表 mercifulness 这边是 慈悲心 这边意思是说 就是想要 就不再想要处决 这边的慈悲是指说法律 惩罚上的慈悲 indicate 是指向的意思 或是指出 这边跟suggest意思很像 researchers have described variations in forgiveness 全研究有把原谅的概念做分门别类 variation 是变化的意思 然后接下来他就去点出一些前人的分类方式 hollow and true 中空的跟真实的 这两个区别就是根据这篇联究 relationship or other oriented versus self oriented 他在导向或自我导向是这几篇研究都有提到这样的分类方式 还有socially obliged self presentation 这个社会仪式所要求的自我呈现方式 这概念出现在这两篇 相较于 减轻压力的一种原谅出现在这篇 所以这个也可以理解为就是因为就是疑似要就是预期你有这个原谅 所以是呈现出这个原谅的态度 这是对对外嘛社交上的socially的表现 那stress reduction 是对内的自己的减轻压力 好typical of these studies 就是在这些研究当中接下来这概念算是一个典型 算是很常见的 Takata and obuchi 这篇 这边有应用 就是上面提到的这篇 发现 就是他有做一个结合 true and hollow 然后又是relationship oriented 相较于self oriented 所以不只是 这些前面学者不只是个别分析他还有做一些结合研究 好那 你还记得的话这一篇的 导演就有说 他最后要提出三种不同的原谅 所以文献回顾到这里已经渐渐趋近于他这篇论文想讲的东西 所以他这边等于是提出 好前人讲原谅这些是怎样怎样 可是有不足的地方 所以这篇论文要做的就是弥补这样的不足 文献回顾就是这样写的 是从最广泛最一般的状态 就是这边是 呃 死刑处决过程跟对受难家属的这个正面影响 然后一路一路像一个漏斗一样慢慢削减削 然后最后 这个 点出 前人 这个对于他这篇论文具体主题的研究 然后点出这些研究的缺点 这样子他才能够说好 接下来我要做的就是 对于这个领域有这样的贡献 因为你要记得就是研究他不只是你自己在回答问题 你自己回答问题你自己读读就算了 你干嘛写出来 写出来的概念就是你要对于整个研究领域有所贡献 这是研究的理想状态 那我们这一门课这个作业只是在练习引用格式 那毕业论文呢也希望你可以做一丁点的原创贡献 不一定要非常大 但是一点点就可以了 那这篇论文他既然看出了这个贡献算是蛮大的嘛 是个概念性的 然后又提出了一个新的理论框架 嗯 所以这个原创性蛮大的 那但你们毕业论文 像我看到很多学生他们做量化研究问卷嘛 然后基本上只要是 台湾北区私立大学学 没有人做过没有人研究过台湾北区私立大学学生 对于这个主题的想法 那你们做的话 就是原创嘛 因为这个族群没有人研究过 这就是应该是最小可能性的原创研究 那但是就很可惜有些同学好死不死 他们挑的主题 却是有人去研究台湾北区私立大学学生的看法 这个时候就必须要换主题 要换主题 好文献回顾 呃是大部分会引用资料的地方 但是接下来虽然大部分是原创研究 但还是有些地方要引用资料 所以我们接下来看方法论 method 或是另外一个名字叫methodology 我我打给你 方法论methodology 就是他这篇研究原创性的步骤是什么 如何收集资讯 然后如何怎么样 所以他要做访谈 他就必须要收集访谈对象的资料 才能去决定跟谁访谈如何联系之类的 怎么做呢 首先他他这篇论文是选择只针对两周的死刑案件 德州跟维基尼亚主要是德州 为什么呢 他这边提供一些背景资讯 背景资讯来自于 这不是论文 这是资料点 看得出来后上面全部都是情人有这样的说法 那样的说法 或是研究这样的结果 那样的结果 这边单纯只是提供数据 他不是论文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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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个只是跟你讲说他数据哪来的 然后接下来他就是去描述他的访问过程 然后如何设计 如何进行 那他如何 那他如何 美国美国每一周都算是自己的小小国家 所以是德州司法部的网站 那这个年代是 网站一直持续存在吗 这个年代是跟你讲说他是在哪一年去参考这些资料 另外一个资料来源是 这个网站 是这个网站 叫做Mind 其实这些资料来源就蛮零碎的 所以他选择用注释的方式 通常我们引用的概念之一是说如果读者有兴趣他自己也可以 循着这些所引用的资料然后自己去看说这个作者引用这些资料有没有曲解扭曲 他的诠释是否合理 但是这边他单纯只是什么新闻跟网路是没有什么好去爬书的 所以他用注释的方式不要让新闻太凌乱 我们如果看这篇注释长什么样子 点 那把我们跳到第三十页 最后面 你看就很凌乱嘛 Associated Press 联合新闻社 Reuters 路特社 有的美的一堆网站 然后接下来他也说他只不过是得到 他把这些他刚说姓名跟居住城市 他把这两笔资料输入 White Pages Website White Pages是 好 我不太确定台湾之前有没有 你们你们知道电话书是什么吗 电话本 Phone Book 就是网路时代之前呢 如果你要打电话给你任何人 你就必须要知道他的电话号码嘛 那 你可以打电话问那个叫什么 波线人 接波人 但是如果每个人都问接波人 接波人就忙死了 而且后来到后来接波人变成自动化了 也没有人可以问 所以呢 政府会每一年 每一户都会提供一本Phone Book 超大的 它分两个部分 Yellow Pages 如果这张是黄色的话 就是商店 你那个社区那个地区周围的商店 每一个商店的地址跟电话号 名称地址电话号码都给你 另外一部分叫White Pages 是白纸的 这个是社区住宅电话号码 通常是那一户的姓氏 然后地址 然后电话号码 那 如果你不想公开你的电话号码 你可以写信去 掌管Phone Book的单位 跟他们说 你要把你的号码变成Unlisted 就是不要List上去 那就 那个电话 White Pages就不会提供你的电话号码 那美国有这样的传统 网络世代之后 改成线上的 所以变成一个网站 WhitePages.com 所以他把人家姓名跟 这个居住城市输入进去 来看有没有地址 有地址就可以写信 甚至有电话号码就可以打电话 但是有 有些时候 很多同性同名的人 有不同地址 所以就很多时候就是写信去问 找错人 所以他这边就跟你讲说 具体去寻找这些就是 人 受难家属是怎么去找的 落落长一堆其实不是非常重要 他就塞到注释里面 注释 note 如果超过一个注释 就要用附属notes 或是注脚 footnote 或是这个其实不算footnote 这是放在结尾的 放在整篇文章最后面的叫做endnote 好我们回到刚刚那个地方 注释 好然后这边就跟他 他就跟你讲说 他去寻找这些人的过程 访谈的过程 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这边跟你讲说 他得到的人的 这个人口描述 什么男及女 然后概念上如何区分这些受访对象 然后接下来就是 这些受难者家属跟罪犯的沟通方式如何如何 好方法人讲完之后 接下来他就讲结论 findings 前面讲就found that found that 就是findings就结论 通常尤其是量化研究的时候 我们不会用finding这个字 我们用的字是results 研究结果 一般来说研究结果 单纯就是你搜集到的资料 不经诠释 单纯把资料贴上来 但是直信研究就有困难嘛 因为他毕竟是直信的 他不是数据 所以你光是选择要呈现哪些 结果 本身就有诠释的元素在里面 但是是尽量减到最低 单纯只是你上面的方法得到什么样的结果 然后你要去探讨这些结果的意义 或是你要去诠释它是下一段 下一段叫做 这个才是诠释的地方 这个才是诠释的地方 好 因为是执行研究 所以有些东西要解释就必须要去 呃 然后有些时候你诠释的过程中仰赖人家的概念 所以就会引用文献 所以譬如说这边他提到一个一个什么 contradictory sentiments 有些人有自相矛盾的想法 这可能是因为be attributed to 原因在于可能因为是一个概念叫做emotional anomaly 那其实就是opposing emotions 相对立情绪的同时存在 simultaneity simultaneity是simultaneous的名词 simultaneous就是at the same time anomi原本的意思是无感 有点像apathy 那他这边的前而意思就是两对立的情绪彼此互相抵消 那这概念可以去 对于他是这两篇论文有分析过这概念 然后接下来就是在讲 去理解说这个研究结果又提到人家文献里面使用的什么什么概念 然后接下来他这个对于上面是介绍他的整体研究结果下面开始做细部的分分别类跟分析 我们今天是看研究文献的 所以中间都没有影响我们可以跳过 那作者也有说这篇论文的重点之一就是把原谅概念化成三种不同类别 他这边 forgiveness has two meaning 然后他接下来是引用 字典 我是觉得不必要的 你用字典首先你可以选择任何字典都可以啊 就是定义不一定都都一样 那再来就是 我是觉得引用字典有点有点 不负责任吗 就意思是说 只不过是因为字典这样讲你就这样用吗 一个更好的定义方式应该是根据你自己收集到的资料 然后做概念分析之后你觉得根据这些资料跟分析这个概念应该如何解释 才是比较有可信度的定义 如果他这边不是仰赖字典定义去做概念建构 他只是说他这边你说有两个定义吗 有分号前面第一个定义后面第二个定义 所以 the first definition indicates指出一个什么什么什么 the second is什么什么什么 然后他说 the forgivers in this research can be delineated as well Delineate 这个字它的字根是line 线 所以Delineate 是区分分格勾勒 去画出一条线来 所以他前面为什么要引用字典呢 并不是仰赖人家定义 而是要跟你讲说你看连字典都给你两个定义 那我接下来也给你不同的定义 也无可厚非 这个也是引用的原理之一 不是说直接援引人家的资讯 而是说人家有这样做过 所以这个逻辑也可以援引在我的研究里 所以他这边就区分三种 restrictive redemptive and ambivalent forgivers 他这个也是原创研究我们就跳过 前面这边一项一项的解释 那他这个就是我刚刚讲的 他是根据这篇研究去做定义的建构 这个就是访谈稿截取出来的文字 那因为访谈研究要匿名 所以他把每一个访谈人给一个编码 然后访谈稿截录 这个初题他这边有讲是作者本人的强调 这篇论文的作者的强调 他要凸显的这个点是从这边看得到的 中间都没有引用别的资料 单纯都是从他的研究这个访谈去建构的概念 好,所以上面讲的是forgiveness 接下来他讲的是empathy 同理心 一样又也是从访谈去建构他的概念 那这边也是一个引用资料的一个有趣的方式 上面这个是case 27 那这边先讲这个case他做的是什么事情 然后给你证据 然后接下来说这个案例他的explanation is an example of 什么什么什么这个概念 然后这个概念可见在这两篇论文里面 所以上面文讯回顾写到后面他必须要区分前人研究 以及他这篇研究 要区分开来他才能说有原创性 但是在各种研究结论里面 研究结果里面如果有结果是跟前人研究呼应的话 也可以提出来说这个有呼应前人研究 我们继续往下看 好所以研究结果如你所见 大部分都是根据他那个研究步骤得到的资讯去做分本别类 然后概念解释 接下来探讨 然后所以如果他上面已经把访谈稿识一遍了 建造出他的概念了 那他要他要探讨什么东东 首先是先摘要 简单摘要上面的研究结果 这样子读的才不用回去把落落长的研究结果全部再读一遍 可以直接从这边开始读 然后就可以理解他接下来要探讨什么东东 然后这个是他概念的结构 三种原谅 然后细部分析 这些都是摘要 从这边开始做一些探讨 所以这个是一些研究结果的影响 如果有人觉得说这些调节性的对话没什么用的话 根据他上面的访谈 发现其实有些地方是有用的 就是说有空间去使用它 意思就是说它是有作用的 它是有其他方法无法达成的效果 下一点 下一点 the implementation of restorative justice in death penalty cases is difficult 所以这边在探讨说 要达到理想状态的各种困境 challenge 然后接下来这个是讲说 这个受访者情绪上面的变化 以及对于死刑支持的原因 那他摘要了之后 这边是他要探讨的点 这些理由看起来可能像是 rationalization 合理化 去支持死刑 并且去减少他们这些想法的不协调性 所以虽然看起来可能像合理化 但是他们的想法还是很 their concerns were palpable palpable是具体可触摸的 可感受的 their concerns 他们关怀的点 他们担心的点 他们这个关怀跟担心本身是具体的 所以虽然表面看起来是合理化 但是他们实际上确实有这样的感受 所以这个探讨的点在回应说就是有些人如果看这个研究结果有这样的想法 其实不然 然后接下来 然后接下来 Sociological reasons may also underlie underlie 是支撑 support 或是 the respondent's expressions of forgiveness 他上面讲说 support for the death penalty is at least partly sociological 社会学解释 事情 但他这边讲说原谅的原因有可能也是社会学性质的 然后去探讨这一块 这两个的关系 就是原谅跟社会学解释的关系 接下来他开始进行研究限制 每一篇研究都有限制 没有完美的研究 所以他这边开始讲这篇研究的限制 the generalizability of this study's findings generalize 是一般化 就是说不只是这些案例 而是普遍的案例都可以这样解释 这样的能力 能不能把这篇研究的结论一般化呢 这个能力有限制 to be circumscribed 是说有划出限制来 circumscribed 这个字非常有意思 scribe是写的意思 circum是圈的意思 所以在周围画一圈 就是等于是有受限 被什么东西受限呢 the sample就是样本 就是访谈对象 为什么呢 因为他既小 又是自我选择性的 就是说人家愿意受访 所以无法得知不愿意受访的人的看法 而且并非随机挑选 对不对 那个著司有讲说 他是非常用心用力的去找这些人 所以不是随机的 嗯 然后他在这边讲说 呃 但是因为有这些限制 那个尤其是样本很小什么什么 让数据很丰富 所以有必也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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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然后这边也探讨说 他其中一个结论是 Forgive but die sentiment is not a barrier to mediation 对于调解并不造成阻碍 但是调解也是有其限制的 They are unlikely to alter survivors' attitudes about the death penalty 所以不大会改变受难家属对事情的看法 然后接下来他有讲说 另外一个可能的和解管道 是family to family dialogue 受难家属跟罪犯家属的对话 那about which 这件事情呢 访谈对象有 疑到 the respondent's hint hint 是提示 这边意思是有点到 但是没有去详细讨论 所以这也是未来研究可以走的方向之一 他就放在探讨的这一小节里面 然后这边稍微聊一下这个东东 然后在聊这个家庭对家庭对话的可能性的时候 又用到人研究的一个概念 就是呢 两方家属都面对一个复杂的哀悼过程 那受难家属的复杂哀悼过程 这篇论文上面提过了 罪犯家属的哀悼过程 复杂是因为在人死之前就已经开始哀悼 anticipated grief before the execution anticipated 这边是有预期的意思 expected 这个概念就是从这篇论文得到的 呃 然后为了加强这篇论文 在探讨这一节勾勒出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 他又回到访谈稿提出他觉得最有利的证据 几项证据 然后呢 呃 这边又提到另外一个点 这个点他这边说 There is strong evidence here 所以并不是一个铁证的结论 但是有这个迹象 从他的访谈过程中有得到这个迹象的一些证据 所以为了要清楚解释这一个概念呢 他决定援引其他的案例 而不是他这一次访谈的案例 他援引的案例是卢安达的种族大屠杀 1994年的这个种族大屠杀 呃 然后所以这个资料来自这篇论文 呃 然后 因为种族大屠杀是个很大的事情 应该很多人研究 所以其他面向又来自其他论文 这个有趣 他同时援引这个作者的两篇论文 可以这样子写 又援引1991年那篇 然后又援1993年那篇 那篇论文 in sum就是in conclusion就是结论 这个结论的写法也很有意思 他 说这篇有得到一些valuable insights 一些重要有价值的观点 there is a need 但是 there is a need in future research to pursue 他又点出未来研究应该要朝什么方向前进 好,那他勾露出这研究方向的时候呢 有一篇论文有走类似方向 include the former 就是他这边提到两个东东 都连在这里 啊对不起 细节 A and B 所以他说这篇论文有做A 但是没有B 所以这还是一个值得去探索的展现研究领域 我觉得方案这篇非常有意思 因为我们通常说论述是像是是线性的 它是有方向性的 前人的研究然后让我们得以做现在的研究 现在的研究希望可以促成未来的研究 它是有时间线性的 所以文献探讨那边都是在探讨 这个概念上先于这篇论文的研究 那通常这篇论文研究完之后 他就会开启未来可以继续努力的地方 呃但是这篇论文已经有做过 他所指向方向的研究的一部分 所以这也告诉我们说虽然是线性的 但是他研究的道路并非狭窄的 就很多不同的道路可以朝向同样的方向前进 那这篇论文既然就是走了 我们可以说平行道路或是相似的道路 呃跟这篇论文相比是平行或相似的方向 以至于呃 他的结论 呃有点有一部分已经超前这篇论文在研究的东西 但是不完全超前如果完全超前这篇论文就不用写了嘛 呃就等于是结论都已经被带出来了 但是因为没有 include the former but lack 有没有还是有缺陷的还是有不足的地方 所以这篇论文才能够彰选他的价值 然后才能够点出未来看他的研究方向 好结论注释然后参考资料 他的写法应该就是APA格式 对就这样好呃这篇论文讲到这边你们有想提问的地方吗 好呃我有件事情要跟你们讲哦 我们下礼拜就是一对一面谈讨论你们的二稿 呃我这礼拜会比较忙所以基本上我 大概下午就会开始改所以你们要补交的话请尽快补交 好那我要讲的是下下礼拜第18周 这个是多出来的一周呃没有期末没有同一期末考 所以我们会看电影 不特尽的影音串流不是很顺畅 所以呃我会先把电影提供给你们 请你们先下载 呃准备好然后利用课堂时间来看 那到时候听上面我会放一个呃一个点名表单 你就勾选点名就可以了就不会先上会面 呃那下载电影我会放在这个资料夹里面 呃就是你们平常就是拿回你们的作业的那个资料夹 下礼拜下课之后我会放进去 电影会包含电影档然后字幕档 如果你们没有用下载播放来看电影过的话呃 这这边有我有录影片教学基本上windows内建的播放程式没办法上载字幕 所以如果你是用windows的话你要下载另外一个播放程式呃我影片里面有 有有带你看如何安装我选择用的是一个程式叫gom player gom player 嗯有若干优点其中的优点是如果你真的有兴趣的话他可以同时上载两篇呃两个字幕档 这是第一点我选择的电影叫做我给你看我答案是准备好了我只是还没提供给你 我选择的电影叫做the laundromat 这中文叫做洗超事物所 是steven sotterberg导演的电影 呃呃呃呃 är Mill Street主演 会选这部是因为它也是调查资料 抽试拨检的过程 我觉得跟写小论文有呼应到 所以我到时候会给你 然后我另外要讲的点是 我期末缴交成绩期限是7月4号下午一点 然后我同时要评分你两篇作文 然后如果你有交bonus的话 两篇bonus我也要评分 我是觉得时间也许有一点不够 所以如果你提早缴交这些东西 不管是生论作文的定稿 还是小论文定稿 还是bonus 你一旦缴交了 我就可能会去打分数 分数一旦打了 你就不能再缴交 如果我还没打分数 你发现你好像传错档案 或是你什么东西漏了 漏掉忘记了 你可以再次上传 它会取代原本的档案 可是我一旦打了分数 你就不能改了 所以上传之前请务必要小心 好然后提醒我有这个bonus这个东东 欢迎你们来填写上传有一定的加分效果 OK今天上课内容有想提问的地方吗 OK下礼拜见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